大家好,我是S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蒋迦娃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输入输出流的对象流 为什么会有对象流的存在呢? 所谓的对象流应该是输入输出对象 输入输出一个对象,而不仅仅去输入输出一个简短的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象流呢? 我们可以考虑看看,比方说现在我要保存一个用户的信息 那么这个用户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复杂 除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性别,还有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等等其他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如果我是分散去写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用户我就要写若干的东西 保存到文件或者是数据库里面 同时如果出现了很多个对象 那么很多个对象都有这些独立的信息 我就没有办法去区分哪些信息是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对象来完成 由对象,对象他可以集成他的属性 比方说年龄啊,账号啊,密码啊,姓名啊,身份证号等等 就相当于这些属性都是属于一个对象的 对象也就构造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单元 那么接下来我去写入或者是读取一个对象 就相当于我在读写一个完整的单元哈 读写一个完整的单元 那么这个就是对象流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针对于加瓦来说呢 它支持对象的数和输出有两个类 分别是Object Output Stream和Object Input Stream 那这两个类分别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用程序来演示一下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要保存对象到哪里去呢 是到文件中还是到哪里呢 好,我们又是从哪里去读取对象呢 当然在这里我所演示的实例呢 肯定都是用文件来实现 也就是说 其实文件才是真正有终点的 它是节点流 而对象输出流呢 它应该是一个过滤气流 好,现在我们就来完成这样一段代码 那当然我这里写了两个类哈 其中一个类是Users Users呢 只有两个属性 当然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属性 就可以再添加一下 两个私有的属性 分别是Private Stream Username和Password 以及公共的Get和Set方法 这是一个简单的加瓦并类 或者说是Porter类 接下来呢 Users类的每个对象 都会封装属于它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我们将这个User类的对象 整体保存到C盘的A.txt 当然我这里C盘暂时没有 那么我们到Test Object这里来做哈 直接在梦方法中做吧 第一个 File Output Stream Oos 等于New File Output Stream 之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应该也知道 这一段话的意思呢 是六一个输入流文件输出流 输出流的对象 Oos 这个Oos呢 是指向特定的文件 就是C盘下的A.txt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去写入一个对象到文件 既然要写一个User的对象 那么我就得构造一个User的对象 接下来User1.setUserLam 就写Cindy好了 接下来User1.setPassword 123456 好密码是123456 好我构造出了这样一个对象 接下来呢 好我就要去将这个对象写入到文件C盘的A.txt中 好当然 这个时候我就得构造一个Object OutputStream Objs Objs等于6 因为现在我并没有把这个Object OutputStream 还没有引进来 好然后它呢 用来过滤或者说用来包装 Oos 需要捕捉一个Io异常 好 为什么说Object的OutputStream是一个过滤气流 因为它没有终点 但是它包装了一个 或者说是它转换了Oos 也就意味着这个时候 Oos这个FileOutputStream 变成了一个Object的OutputStream对象 也就是说我可以写对象了 而且写的是到C盘的A.txt中 接下来如果我要写 写这个User1对象 请注意 首先User是这样一个类必须 Implements Java.io.serializable 也就是说我被写入的这个类的对象 这个类必须序列化 实现一个serializable的这样一个接口 否则我是写不进文件中的 接下来 接下来ObjectS Objects.Write Write Object User1 它有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Write Object 如果不抛异常 我就输出一句话 写入成功 写入对象成功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OK 这里显示写入对象成功 那接下来看一下 它写进去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看起来它其实是被转过马了的 但是我们依稀还是能看到Cindy 123456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测试了 这个测试就是用object input stream去从文件中 来读取 这个对象 好的 全部 全部给它注释掉 直接使用 file input stream fis 等于6 file input stream c盘下的 a.txt 好 因为object input stream 它也是不能够直接指向这个文件的 所以 所以 只能这样子 object input stream ois 等于6 object input stream fis 好的 好的 也就是说 我用object input stream 去包装 或者说是转换file input stream 的对象 也就是说最终我是从c盘的a.txt中去读取对象 那么读取对象的话呢就是ois.reader object方法 这个方法呢意味着我从文件中将信息读取出来而且是一个对象的这样一个呃单元对象为单元哈来读取信息 那么它返回出来的应该就是一个users的对象 好 users类的对象 user1 好 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哈 第一 它必须要 change into 哈 users也就是说强制 转换成users类型 因为read object它返回的 是一个object类型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保存进去的就是一个users对象 所以我可以把它强制转换成这样一个users对象 同理它还必须catch一个异常叫class not found exception哈 OK 读取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对象的什么方法呢 它有get方法哈 它有get某某某方法 所以我可以 get user1.get user name 加 帽号 加 user1.get password 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把这个对象给读出来呢 哦 当我们执行的时候输出的是 sindy帽号 123456 也就是说我的确是从 好文件 这个c盘的a.txt中将这个对象整体读取出来 并且解析出它的名字是sindy 密码是123456 密码是123456 好的 这个就是对象输出流 object output stream和object input stream的用法 首先呢 因为它们是过滤器流 所以它们得必须去转换节点流才行哈 代表从某个固定的地方去读取或者是写入一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演示的就是如何将users这个对象保存到文件中和从文件中读取出来 OK 这个就是对象输入输出流的这样一个常规用法 当然我们可以往文件中写入无数个对象哈 用追加的方式 那么我读的时候也可以依次读取出来 这个呢 就是对象输入输出流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